日版的XSS到了 我把整个开箱过程 以及第一次开机画面 以及相关的设置 一直到玩游戏 做了全程录制 作为这集视频的背景视频 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游戏机 这个价位的这款游戏机 适合哪些人群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XSS 也是我的人生第一台Xbox主机 我把第一次使用这个游戏机的 第一感受和各位分享一下 视频可能有点长 如果着急的同学 先收藏后观看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XSS的视频 那时候我还没买 首先这款游戏机 它是微软出的 Xbox Series S 它和它老大哥XSX 就是Xbox Series X 是同时出的 和PS5是同年代的 都是目前来说最新的游戏机 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 但它目前来说仍然是最新的 XSS相对于它大哥XSX来说 它是一个低配版 人家XSX可以运行4K60帧 甚至4K120帧 但是XSS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1080P60帧的一款游戏机 效果各方面要差一些 但是它也便宜 这款游戏机 它的国行版本是2399 我上次在微软的小程序商城里面看到的好的价格是2099 很可惜当时没下手 之后我又看了将近一个礼拜 基本上价格是2200多 那这样就没意思了 另外我还关注的是 日版的二手没有手柄的价格 我买的就是这个配置 价格基本上是1300 橙色是比较好的 全新的XSS日版价格应该是在1800左右 最近这段时间 你去年618或者去年双11双12 买的1700甚至1600 那不是一般人能买的 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点 前期你需要蹲很长时间 做很多调查 需要去等待去忍耐 那个不算在内 我就说咱们正常普通老百姓 如果想买这款机器 大概的一个价格 就是日版的是1800左右 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卖的 那我这个是1300 二手的日版没有手柄 这个价格算不上便宜 也算不上贵 基本上就这价 如果你不买 人家用不了两天就能卖出去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正常价格 贵点的1400 最好不要超过1400 没有意义 橙色好一点的1300还是可以的 便宜点1200 估计1200你还得抢 目前这个时间点也就是1300了 我为什么没有买手柄呢 因为之前我有手柄 花400出头的价格 从微软官方小程序里 买了一个国行的 国行的手柄 配日版的机器也是没问题的 它配件是通用的 如果买国行是能享受保修的 机器好像是质保两年 我这个没发票 坏了找店自己花钱去修 不过像这种游戏机 你要用一阵子 如果没坏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坏不了 除非人为损坏 磕了碰了摔了什么的 或者烧了 微软的机器还是挺皮式的 下面说一下 我第一次用这台机器 遇到的一些问题 估计很多小白同学也会遇到 因为我这个手柄和机器 不是一起来的 开始我以为能配对开机 结果试了半天都没开成 后来我找了一根PS5的USB连接线 把手柄和XSS连上 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这是一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 那些买国行 或者买日版全新XSS的同学 帮我确认一下 是否有这根USB2 Type-C的线 有的话欢迎评论一下 或者发到弹幕上 另外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开箱视频的HDMI线 还有电源线 是不是原装的 那个卖家他也是收回来的 收回来之后卖给我的 他说这个线是他后配的 但是他没说哪条线 我估计是HDMI线 不过这些线都不重要 毕竟他只是一个1080P的 分辨率的机器 开机之后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联网问题 开始没插网线 他想更新 结果更新不了 后来插上网线就好了 这台机器虽然是日版的 但是它可以连我家的 WiFi 5G的信号 目前还没有遇到信道问题 关于日版机器需要改信道的教程 我之前视频分享过 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买这台机器需要一个微软账号 我之前用我Windows 11的账号 但是那里边没有XGPU 有我之前从微软商店购买的 低频线3 还是能下载的 但是下载速度有点慢 下载之后运行一下 发现帧率只有30帧 很卡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这款游戏 没有经过XS优化 你们在玩游戏 或者喜欢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有XS这个标志 这是一个优化标志 经过优化的游戏 它在XSX和XSS上运行 才比较完美 后来我又用另外一个账号 是带XGPU的 下载了低频线5 还是很流畅的 它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高画质30帧 还有高帧率是60帧的 玩这种车枪球游戏 最好还是60帧 至于说分辨率和特效 就不要那么在意了 这个XSS毕竟是一个 低配的机器 是一个凑合机器 能让咱们很舒服的玩 很放心的玩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不要再追那个画质了 画质我感觉 没有RTX2060显卡 玩低频线5的那种效果好 这是我的直观感受 同样的低频线5这款游戏 在我的电脑上玩 配RTX2060显卡 默认给优化能到2K高特效 但是在这个机器上 我主观感受了一下 在60帧情况下 也就1080P中特效 或者中高特效 特效一般 但是能玩 这个是解决不同人的需求 毕竟现在一块 全新的RTX2060显卡 也得在1800 二手的是1000以内 但是矿卡居多 这个机器才1300 自己配个手柄 一是可以配原装手柄 400点 或者配一个第三方 经过插包子真正的手柄 也就2300欧钱 我之前视频也分享过一款 这种手柄还很多 另外这个XSS 我感觉它的散热还是挺好的 或者说它这个热量还是很多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 类似于音箱的这个圆的位置 出风口出风 玩一会就会热浪滚滚的出来 看来AMD的散热确实很好 我在第一次用这个机器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无法进入游戏 它报错了 遇到这个报错 我估计是网络问题 后来我开了加速器就好了 以后我再玩就不需要开加速器 这个很奇怪 回头我再研究研究 微软的这个网络下载速度 就是商店的下载游戏的速度 我感觉裸联的情况下不如PS5 虽然都是港服 我地区都设置的是香港 另外就是XSS的硬盘 它很小 用户能用的也就300多个G 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扩展硬盘 一款游戏顶多也就100个G 你至少能乘三个 通关之后再玩别的 我的PS5有两个T 那不也没打玩吗 对吧 关键看你想玩还是想拥有 游戏机还是拿来玩的 这款机器卖的人挺多 买的人也不少 确实便宜 一千出头 就能有游戏机了 接显示器 它显示的是4K 但是玩游戏的时候还是1080P 在界面的时候是4K 字体很清晰 如果接电视的话 它只支持1080P和4K 这个游戏机我感觉 一个是小巧 二是散热也挺强 性能够用 而且兼容性也不错 像这个游戏机 最好是给它配一个XGPU 目前比较稳的价格是 三年408块钱 回头准备买一个 关于这款游戏机 估计以后还有很多内容 等我慢慢的输出吧 好了 就到这里 再见